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民族 像一个大野卢一样 能包容 而且能够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这个是中国古圣仙教会 中华文化的成就 蒙古那个时候 他们的领袖忽必烈 成吉思汉的合议 霍贝烈就是成吉思汉 那么他在宋朝末尼 李宗 宋朝李宗皇帝 锦定元年 锦定是年后 公元1260年 说这个大家就很清楚 今年公元是2003年 那么这个事情呢 元朝蒙古建国 是在1260年 当时是宋朝离宗锦定元年 那么他就成为大汉了 叫陈吉思汉 成为大汉 他在开平即位 开平这个地方 是在暖湖 最北面 最北面 现在是内蒙古的地区 这个方位 是在北京的正北 北京的北面 那么他又有一个名号 那是叫中陶 以后改了 那么这是元朝的 士族皇帝 在这个历史上 称为士族 至于我们民国呢 这是民权 从民国这一年算起 东华民国民国这一年算起 民国前652年 民国建国 今年是92年 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年代 确实的年代呢 就是652年 再加92年